- 嗨 大家好 我是老師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IG FB還有 Twitch 好 我們這一次要講的東西呢 除了是台港澳這個3D這個S Server 要開啟這個天地劫手遊的伺服器的 那在官方的天地劫手遊 官方的FB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短短的幾秒的影片 右上角 這個是誰呢 這個人戴一個帽子 似乎是一個很雷的角色 是誰呢 在官方FB又有提說 大家認識影片中的我拿幾個人嗎 這個其他大部分都很好認啊 明皇大英 殷健平 上官員 明前陽 見邪 風寒月 古倫德 高皇軍 真硬啊 真的硬啊 終於出來了 看起來應該是他沒錯啦 戴一個耳環 然後有佛珠 然後這個是什麼啊 金剛褚嗎 戴一個帽子 然後這個眉毛 啊這個啊這個 嗜鬼召喚地獄之陣 破魔褚的這個男人 來自 偉國的男人 這個是誰呢 應該就是真硬了吧 應該是他啦 如果不是的話就 就就尷尬囉 應該是啦 這個我玩陸服的 的時候好像沒有看到任何有關真硬的畫像 不過因為我自己沒有 去看NGA論壇的啦 所以我不確定NGA論壇有沒有 有沒有真硬的消息啊 那真硬是誰呢 真硬在這個 神魔之尊狀況當中 在那個 是哪一幕啊 有點忘記了 總之呢就是在明皇大英去 挖那個吃有的骨骸的時候 然後劍盛來幫忙 打敵人的那一次 然後真硬呢就 哎莫名其妙的啊 來加入主角一行 然後呢 又莫名其妙的 打破 這個 打破這個吃有吃有的封印 然後我們給大家看一下是哪一幕呢 好就是這段 之前大師在 6月25號 直播的時候有錄 剛好也是播到這一段 給大家看一下 好邪力喔 抗活的 抗活的 那 那的光華是 好 好 剛剛剛剛是我影片的聲音 然後那不重要 因為我講成 原本講破魔金剛褲 我在配音的時候 然後講成破處金剛褲 呵呵呵 好總之就是這樣啦 反正他就是 用破魔金剛褲 打那個 吃有吃有的魂金啊 結果他 因為明皇大英就是挖 要學魂金 會釋放困附其中的吃有魂魄 結果就是 結果就臭巧莫名其妙的打破他 結果 吃有的魂魄就 就 就成功 上路天地了 呵呵呵 所以 所以我給正義的 結論 就是 不但在 對伍之中 要剪尾刀 升級的角色 然後再來呢 呵呵 一出場就在那邊雷 呵呵 一出來就雷 呵呵 這是我對他的評價 呵呵 你把正義練到後面 其實他也 不算弱啦 他還是鬼神滅破 還是蠻強的 也是鬼神滅破嗎 對鬼神滅破 我覺得還是蠻強的啦 除了那些 嗜鬼召喚啊什麼的 好啦 如果沒有錯的話 這個 看起來 有沒有 應該蠻像的吧 有像了吧 這應該像了吧 應該就是他了啦 正義 希望正義可以趕快出來 讓我看看你的技能有多廢 呃不是 我是說 希望你在手遊之中 有很好的表現 呵呵 好啦 這是在那個 那個 官方這邊 FB看到的 這個 小短片的小彩蛋吧 他是一個小彩蛋 啊這個高皇軍 有先玩過陸服人 應該已經知道 高皇軍的這個模組了齁 欸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是這樣搭配 這 大部分就是神魔至尊傳的角色 怎麼塞了 兩個 不是神魔至尊傳的 啊現 為什麼把限遠超 限遠超怎麼沒有放在這邊呢 欸 下後也放一下嘛 呵 好啦 那希望這是 倒數預約 台港號 倒數預約 第 倒數預約兩天 7月7號 就會開放預約啦 好啦 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影片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訂閱追蹤IG FB還有追蹤 感謝各位 今天的收看 拜拜